地震后各界爱心善款陆续涌入 简安商公所赶紧把款项汇诊转发给138户红丹受债户 同时针对低收红丹户在家额补助每个月 有1万块钱的纾困机长达9个月 后续也会针对未符合红丹或黄丹低收家户 有修建需求者查核之后会给予帮忙 地震过后各界爱心善款陆续涌入 简安商公所汇诊之后 针对了138户地震受债户 发证了一次性家庭关怀金1万块钱 同时再从受债户当中筛检出 裂案低收和特殊禁预户 加而提供9个月 每个月有1万块钱的生活辅助金 谢谢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 以及花莲圣地慈慧总堂 寄注了209万的上款 在这一次专款给吉安商公所 来寄注吉安宋温暖的服务 那我们针对于上海关 总共领选出137户 以及我们泰昌路 宏丹无法积住的住户 总共138户 每户1万 针对138户的受债户里面 其中有5户的低收入户家庭资格 也有我们低收的二少 因此针对这5户 我们分别提出了 每户每月1万块 9个月一直到今年12月底 值的一个生活关怀金 跃跃入账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 乡长游淑珍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捐赠 他同时强调 附件之路非常漫长 还需要更多资源帮助受债民众 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继续捐款 后续乡公所会针对 未符合红丹或黄丹低收家庭 有修建的需求者 查核之后会给予需求性的协助 期盼可以帮助受债民众 早日走出困境 恢复家园 解释力情简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